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覺得一個選手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選情以前都是選手 現在是以教練的身份 其實也很緊張也很期待 畢竟也第一次在職業當教練 而且是從流氓出發 其實很多都要學習 其實一直要了解選手的狀況 然後身體的一些素質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教練必須要做的 因為選手也做了大概十幾年 當然是一年選手 現在換了一個身份就要了解選手 對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應該要做的 就讓選手比較 不要受到太大的傷害 對啊 也還是要 你就是在他們教練上的成績為主 所以會避免 應該或是會避免 其實不要讓他們受傷 規劃 其實我幾乎大部分都比較熟悉 那比較資深的就比較沒有什麼理 那就是年輕選手可能我覺得 欠缺的就是心理素質 就是會感覺就是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那就是在心理方面可能會給他們 多一點建設給他們多一點信心 因為畢竟 畢竟才是他們舞台 那有時候 畢竟待久的話 會覺得 信心會 會漸漸的會沒有 那我覺得 我會 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跟他們多通 那就是 鼓勵他們想講 就講 不要悶在心裡面 我覺得這樣的話 沒有辦法自己 發揮到自己最好的一個 就還是先 先了解 先跟他們多通 然後 我覺得這樣就不要跑 就是跟他們 就是跟敵人啊 就是來拼戰嘛 我剛剛他們在做操的時候 其實我在旁邊看 就覺得很像有在那個 日本在春訓的味道 因為 可能顏色的關係吧 可能就回想到那時候 就是 那時候是當選手 然後就是 一整批就五六七 他們是大概七十幾個選手這樣 他一起做操 然後很震撼 就覺得 這個場景很像在那裡看過 顏色的關係 請問顏色的關係吧 對 因為這個顏色真的很特定 因為 不可能在旁邊 可能會看到這種 對 這種顏色嘛 所以我覺得 就會讓我想起 那時候 在日本就覺得 蠻有意義的 蠻有意義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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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